Pingwest品完4月11日讯,2019年4月10日晚9点07分,事件事件望远镜Event Horizon Telescope at 项目在全球6D,同步召开全球新闻发布会,发布人类历史上,首张黑洞照片。 而在4月11日,关于这张照片的问题,引发了人们讨论。事情源于视觉中国将这张黑洞的图片,挂到了官网上,打上了水印,提供购买的按钮。 Pingwest品完从视觉中国了解到,这张图片的销售价格为150元每张次。不过这张图片的并不属于视觉中国,视觉中国仅获得类使用。 所谓的类使用是区别于商业,该类图片仅可使用于与有报道价值的,或被普遍关心的事件相关的用途,例如博客、课本、报纸、或杂志文章中,而不能使用于任何商业、促销、广告、或推销用途。 该图片的所有者欧洲南方天文台,在其官网写道,使用这张黑洞图片,需遵守署名国际许可4.0。 这个协议,而该协议需要遵守的条件,就是使用图片需要给出完整、清晰的图片出处,是否对图片进行过修改,同时不得限制其他人做许可协议允许的事情。 这也就意味着,只要用户标明了,该图片出自at collaboration,那么就可以免费随意使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